直播身邊有這位專家來自法國巴黎銀行上市衍生產品執行董事黃集恩 Martin Martin 你好 Hello 主持人 你好 大家好 你的市場最近很精神 好像你一樣的精神 就上到25,300 了 整體來說 阿觀 怎麼樣 沒錯 看到市場的確 自從法國大選完之後 所有東西明朗化 變成的確很厲害 一直上到25,300 的時候 成交又配合得到 藍醜一直在騰訊繼續領軍 今天也做到260元流上 所以很厲害 看到在指數產品方面 多投資者繼續追 繼續關注騰訊指數的走勢 譬如今早看到資金流 在牛紅證方面 指數牛紅證的話 剛剛提到25,300點已經被收回了 所以如果考慮25,500點的投資者 其實已經開始比較貼價了 要小心風險 會不會在今個星期再上25,500點這些位置 一般來說 我們看到今天的資金流入關注25,800點至26,000點都有 甚至乎今天有朋友打過來 問27,000多收回的紅證 那麼遠就還未上市 通常一般來說 市場上還未有 所以這個是指數紅證方面的部署 至於牛證方面 今早也有幾個電話打過上來 問有沒有貼價的牛證產品 主要來說 收回區域 其實現時見到最貼價是24,600點 也挺薄的 其實距離都夠了 因為現在說25,300點的時候 差700點距離 所以其實投資者都頗接受到這個收回水平的 Martin 我看到數榜 差不多每天輪流有五、六隻 藍籌破頂 創新高 最近你看到不同類型的股份 有甚麼看法 如果你說藍籌創新高 即你剛才提過的騰訊 騰訊上到今早 今早曾經見過260元以上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見到騰訊的投資者 在call選擇方面 一路都在上移的行使價 在說280元 甚至乎更高的行使價都在考慮 至於也有多投資者 打上來問騰訊的牛證 見到市場上 有些牛證可能230多元 240元收回水平 因為升得比較急 所以未上得及 新一批的騰訊牛證 一般來說 會去到18號 即是後日才會上市 還有一些朋友留意到 中資保險股力都挺強 由國壽、平保等中資股都開始拉動上來 你怎麼看保險股 沒錯 其實也不只是保險股 我見到是整個金融板塊 內銀又上升 第一隻帶起的就是匯控 如果又上我們網站中資的深港通 深港通和滬港通 港股通的渠道裡 見到其實國內的資金 連續由四月開始到現在 都是一直在買匯豐 小則就兩三億錢來買 多則可能八九億元錢來買都見過 所以見到匯控一直上去之後 股價去到六十八元樓上 平保 平保今天也繼續做回 最高見到四十七元這些位置 當然國壽亦都做回好 其實你看到就是 無論剛才提過的匯控 甚至乎是內險股 甚至乎是內人股 其中有一個我覺得 今年來說最大的轉變 就是我自己做銀行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今年普遍來說 匯市 債市和股市都不過不失 在不過不失之下 這些金融機構的賺錢能力 自然就會比較好一點 前景樂觀一點 所以見到最近的股價走勢 都一直做回好 年代的股市好一點 券商股會不會好一點 其中另一個板塊 就是金融服務業裡面 其實見到一些中資的券商股 股價就稍微落後一點 暫時還是在一年低位的位置 但是剛才剛才開始前都提過 每年去到下半年 肯定會有一個話題都會大家關注 就是這個A股究竟能否入到MSCI指數這個問題 第三年 應該可以了吧 第三年 行不行呢 現在言之上走了 但是看回 如果真的行的話 相信所有中資的金融業板塊 的確會被人看高一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會 有跟投資者建議的時候 都會說 除了只是做短線的渦輪策略之外 其實都考慮選一些長一點的渦輪 例如去到明年一百年才到期 又貪他的時間值比較低一點 日價也可能會比較低一點的情況之下 部署下半年的一些個別事件性的性質 會不會幫助到某部分幾個板塊股票的升幅潛力 還有一點時間 最近在業內 聽到你們發行了一個新的產品 叫美人倫 我一聽就馬上起身 美人倫是甚麼 剛剛上星期 銀行第一次在港交所的平台上 上了市 就是這個美金對人民幣的外匯渦輪 人民幣是哪個人民幣呢 離岸人民幣 即是香港交易的人民幣 所以其實投資者如果有關注外匯走勢 看到人民幣匯價暫時還在6.9幾這些位置 但是他本身人民幣的單日波幅 個別日子會很厲害 但一般來說都不是變化太大 反而就是說 由於他的引申波幅比較低 日價都偏低 所以在投資者方面 選這個美人倫的時候 可能就比較適合一些 中長線少少的部署 那如果你說 究竟那個方向上怎麼選呢 譬如你看到現時人民幣 一直是一個貶值的趨勢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要選一隻美人應購 為甚麼呢 你是在應購美金 就在沽人民幣 所以如果人民幣貶值 你要選一隻美人應購 相反 如果你覺得人民幣能夠扭轉 反而是美元轉弱 當然選一隻美人應沽 但這就看回市場情況 暫時趨勢 似乎都是按著人民幣貶值 這個周勢為主 低窩低premium 那時間值選號是怎樣計的呢 由於它低窩低premium 日價是1% 可能拿到半年 甚至乎9個月的情況 所以其實時間值選號 真的是非常非常之低 所以變成在對沖的情況之下 剛才提過 如果你看長線的話 其實每天的時間值 反而參考價值不是那麼大 反而看回整個年期裡面 日價就更加重要 當你日價也是1%的時候 就是說你做人民幣對沖的成本 可能也是1% 記得上發包的網站 留意一下這個美人盾 時間差不多了 我是Martin 明天再聊 好 多謝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